本期为大家介绍一部苦命女孩的电影《人言可畏》 故事发生在一个巴基斯坦家里 虽然一家人远离农村老家,定居欧洲的一个小国家 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一直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非常保守 这一天,父亲开始查房,关灯,睡觉 作为女儿的女主,却背着家人外出狂魔乱舞 这要是被父亲带着,女主只有被虐的份 到了白天,女主一副乖乖女的模样,惹得父亲格外开心 一千块的学习费就这样被女主骗走了 拿到钱的女主,却带着朋友们大吃的一顿 又到了睡觉的时间,女主又偷跑了出去,开始了狂魔乱舞 因为玩得不尽心,居然还把小男友带到了家里 就在两人亲亲我我时,却碰到的音响 父亲第一时间就闻声赶了过来,暴揍的小男友一顿 因为动静太大,被邻居举报到的警局 女主也只能在警局住了一宿 此时的女主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并和小男友彻底分了手 可是父亲却强迫女主必须嫁给小男友 而女主却说到自己根本就不爱她 父亲一听彻底愤怒了 认定女儿做了出格的事 哪还有脸拒绝这张婚事 最终父亲绝对把女儿带回老家 学习老家的传统文化 其实父女之间的问题源自可怕的巴基斯坦传统文化 在巴基斯坦人眼中,卫回女性和男性独处就已经触犯了道德底线 这样的女性将被族人唾弃,成为家庭和家族的耻辱 父亲虽然疼爱女儿,可在族人朋友的责难下和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下 只能将女儿送回老家,学习老家的文化 对于女主而言,从小就长在这个被父亲和族人寄居的环境中 对所谓的传统文化,根本就没有一点意识 面对父亲的权位,既不理解又不敢反抗 直到女主来到了巴基斯坦姑姑的家中 看着眼前的粗茶淡饭,那是一点食欲都没有 而父亲吃完饭就准备离开了 女主却无法相信,疼爱自己的父亲真的走了 其实父亲的内心也舍不得 到了深夜,无法适应的女主想要逃离这里 却被山巷中的流氓吓得回来 白天陪着姑姑买菜洗衣,学习这里的礼仪 晚上想着各种解救自己的方法 在两天的熟悉之后,女主来到网吧 向好友发送了求救的信息 结果还是被姑姑给抓了回去,关了紧闭 姑父则亲手烧掉女主的护照 与此彻底打消女主逃离的念头 还告诉女主,你的父亲把你过继给我 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儿 在毕业之后,要嫁给村头的老娃 做着挤牛奶的工作 即使不想要,也要学会适应这里 经过一天又一天的适应之后 女主失去了逃离的念头 并因为孤独和热情的强哥产生了一丝情愫 再次尝到甜蜜味道的女主 就连奶奶骂女婿的脏话都听得津津有味 最终还是在夜里和强哥撕毁的 结果被路过的警察给撞个正招 没想到警察居然扮演了强盗的角色 殴打强哥之后,胁迫女主拍下的照片 还拿着照片威胁姑父交的两万的数据 可悲的传统,竟然衍生出这类人杂 最终,姑姑也不愿再收留女主 并找来女主的父亲 其实强哥是姑姑的亲儿子 父亲为了掩盖流言蜚语 再次要求女儿嫁给强哥 而强哥却低着头 听从他父亲的安排,拒绝了女主 无奈的父亲只好带回女主 可因为愤怒,在半路逼迫女主跳跃自杀 其实父亲因为女主的事,也是迫不得已 既要承受族人朋友的流言蜚语 又要面对传统文化之下的道德标准 夹在两者之间,真的是痛不一声 为了给女主一次机会 家人重新接受的女主 但是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变得更加拒谨 还让女主直接转了笑 女主唯一的好友 在得知女主过着监狱班的生活后 向福利院投诉 还上交的女主在老家网吧发的求救信息 然而在和福利院单独交谈之后 女主恕口否认的之前被父亲绑架的事情 并决定珍惜家人 强加给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 然而家人却想着把女主尽早地嫁出去 来摆脱这个被人议论的借口 并通过族人朋友的帮助 包办了女主的婚姻 女主除了假装面无表情的接受 也只能在内心痛苦地承受着 当这个痛苦的感觉达到极点的时候 就是她悔悟觉醒的时候 放在女主的身上是觉醒 可放在父亲的身上却是悔悟 老警官 没有二稿 只有一本证件的还原 我们下期再见